下去釋磚一下啦 釋磚一下 我們講 就是進度沒有達到我們的預期 我們就是可能就是先把管線拉起來檢查一下 看是在做更換還是怎麼樣 來進做判斷 看判斷鑽頭的問題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地層的關係 大屯山是火山形地熱 也是國際普遍可以用來地熱發電的類型 地熱溫度往下約1000公尺 就有290度 能源局評估整體發電潛能來到514萬MW 就佔了台灣地熱70%的發電量 但發電講求準確地點 發發水量 壓力 酸鹼度 都要透過探勘 鑽井 驗證地下形貌 瓶井的地方就是鑽井 那鑽井也是整個地熱開發過程中 最貴的一個部分 地質學上面叫做不均質性 就是它的地底下的便宜比較大 有時候甚至過一個馬路 過一個路口 我們假設說這麼短的距離內 這邊鑽下去有水 有熱 過去那邊就沒有了 我們很多的台灣的企業都會這樣 我希望投資下去就馬上有回收 包括生產井 包括補助井等等這些 後續可能還要加鑽的 起碼都要10口以上 至少要什麼 30個月 那我們這做一口或做兩口就停止了 所以我們永遠都在失敗 永遠都在高風險的區域 我們要再加了這口水 我們就只要加了一些地板 那邊要加裝的地板 我們要加裝的地板 我們要加裝鑽井 我們要加裝鑽井 就是一口水 加裝鑽井 我們要加裝鑽井